来源东方体育日报 记者薛斯嘉 纵观拳联盟大鲨鱼以场均38 一个篮板位列倒数第二 仅高于以射南球的八一男篮 与上赛季场均48 五个篮板连赛第七的数据有着天壤之别 赛季打到第八场 上海男篮终于在篮板一项数据上战胜了对手 纵观拳联盟 球队一场均38 一个篮板位列倒数第二 仅高于以射南球的八一男篮 与上赛季场均48 五个篮板连赛第七的数据有着天壤之别 而球队内部更是无一人篮板上庄 仅有名纳拉斯一场均8 四个篮板位居球队之首 张教旭和董汉林两位内线帮手也只有5 九个汉四 六个篮板 这也就不难解释球队为何本赛季屡屡在篮板数据上落后于对手 在亚布赛来离开球队之后 球队上赛季在防守端和篮板上的活力以及拼劲似乎都大打折扣 小熊离开球队最让人想念的还有进攻端的冲击力上赛季偶尔还有几次被打勾手的张兆旭如今彻底站在了三分线外成为了侧应性中锋 唯有在面对北京南篮营役中才能依稀看到他上赛季二次进攻挡柴顺下的身影而董汉林尽管有着主动进攻篮筐的欲望但手活而不够细腻的他经常会将之前的一切漂亮的技术动作化为泡影 新赛季到万元明纳拉斯想必大家已经有所了解 在痴迷于他十二中九的三分命中率的同时却也会经常可惜他为十腰没有哑布再来那样的硬度偏向于三号位的打法 让上海南篮本赛季的内线进攻威胁度大大下降 场军十八次法篮位居联盟垫底直接反映了球队给对手造成的杀伤完全不够 球队之所以能够获得五胜三负的成绩 所依赖的正是场军三十六次三分球出手 十五次命中百分之四十一的命中率 而这些全部位于联盟第一 尽管大洋彼岸的荆州勇士队曾用一次次令人惊叹的三分表演 证明了精准的投篮确实可以杀死比赛 但与此同时别忘了他们在防守端的效率 以及在进攻端华丽的团队配 而上海南篮目前都不具备这样的条件 四连胜位终结 上海南篮的将士们并不必太过气馁 如果能够及时发现问题 这样一场失利的收获 不会比一场常规赛胜利少 在今晚结束与八一南篮的比赛之后 如果不出意外 球队将以前十的成绩将进入近两周的国家队窗口 其对于赛季初要争夺季后赛的球队而言 目前的排名并不算太差 好好总结及时调整 相信球队还有更多的潜力可挖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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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